8月9日 中国京剧《向一项集粹》栏目 将要播出的是京剧《玉堂春》 玉堂春是京剧久眼不衰 广为人知的剧目之一 尤其苏三里两鸿铜线 这一段嬉皮流水更是快之人口 该剧被众多京剧名家争相扳演 更成为淡卷的开盟戏 全剧几乎囊括了京剧淡卷 嬉皮唱腔的所有版式 剧情高潮迭起 由大悲到大喜 最终得以大团圆结局 此次在剧中单纲主演的是 寻派传人许翠 他扮想美艳 又善用眼神 学习寻派之后又有新的进展 他在剧中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的定位 并通过表情 眼神 动作表现出来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8月9日 中国京剧向一项集粹栏目播出的 京剧《玉堂春》 由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主办 CCTV空中剧院栏目策划打造的 2018《水灿梨园》大型戏曲演唱会 于上月先后完成了对江浙湖专场 和黄梅戏专场两场演出的录制 《水灿梨园》系列节目 以古运带动新生 用老戏重温旧梦 通过现场演绎和路过方式 将一场场名家名段汇萃 经典与创新并行的演唱会 呈现在观众面前 一方面全面展示各剧种 各流派的特色与风采 让当地戏迷观众 在演出现场过足戏影 另一方面 向更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展现蕴含在各地区戏曲背后的 丰富历史底蕴和当代文化面貌 为全国乃至海外的 广大戏曲爱好者们 献上一道传统艺术的视听盛宴 绍兴和安庆 都是我国戏曲文化的重地之一 底蕴深厚 素有美誉 在两地也都一直活跃着 大批优秀的戏曲人 和热爱戏曲的戏迷观众 对于以乐剧和少剧作为本地主要剧种的绍兴 此次在浙江省绍兴大剧院举办的 江浙户专场 可谓别剧异议 其中不仅囊括了江浙户地区的 京剧 昆曲 乐剧 平潭 户剧 物剧 少剧 怀剧 欧剧 阳剧 西剧 怀海戏 永剧等各个剧种 还汇集了来自江浙户多个剧团的 共30多位梅花奖演员 更有多位名家清理加盟 红台献议 他们连妹为绍兴的观众们 带来了一场梨园大戏 所选节目力争展示江浙户地区的 戏曲文化的整体风貌 不仅有涵盖各剧种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唱段 还有充分展示时代特色的 近年来新创牌的优秀剧目选段 而在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 举办的黄梅戏专场也同样精彩 来自安徽湖北的众多黄梅戏名家与新秀 悉数登台亮相 各展风采 更有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大咒演唱 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 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四家黄梅戏院团 首度强强联手 二十多位名家唱将汇聚安庆 共同演绎黄梅戏的独特魅力和风采 整台演出在节目设置和演员安排上 最大程度地展现了黄梅戏老中青 藩代演员的舞台艺术魅力 也集中展示了黄梅戏艺术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丰硕成果 黄梅戏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这个唱意非常的好 它通过这样的一种 集中展现一个剧种的形式 把每个剧种的精彩片段 能做在一个晚会里面 然后让大家喜欢 每个剧种的观众朋友们 让他们一次爱个够 一次听个够 《璀璨黎园》系列节目 将在十个专场的演出 全部录制结束之后 集中在戏曲频道播出 敬请期待 为普及昆曲艺术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近日 一场别开生练的昆曲艺术讲座 在北京举办 活动由北方昆曲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 顾维英担任主角 在活动现场 他通过自身深厚的戏曲艺术底蕴 和丰富的表演经历 从昆曲艺术的起源出发 对昆曲的发展兴衰 昆曲的分化与种类 以及昆曲对人们现代生活的意义 做了生动的演讲 不是说把昆曲这门艺术交给大家 或者说一定要印塞给大家 我的观念就是说 我把昆曲的真正的 这个属于昆曲的美 把它像神秘的面纱一样 雕开来 让大家能看到 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真品 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昆曲发源于14世纪 自明代中叶 独领中国剧团近300年 昆曲以曲词典雅 行腔婉转 表演细腻著称 被业界誉为百戏之组 当代人也需要昆曲 在昆曲里面有很多的养分 你可以吸取 你可以跟它融合 你不要拒绝它 可能你融合了以后 你会发现前所未有的一种 重新的认识 原来这么一门古老的艺术 对于我们当代人 是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作用 为使观众更好地理解昆曲艺术之美 贵英在演讲过程中 容表演于一身 通过细致的讲解 和生情并茂的表演 带领观众感受了昆曲的魅力 我叫于明寒 今年十二岁 我来自北京 七月十二日 我们学校一行人 出发前往小梅花 蕙翠比赛地 浙江盛州 在高铁上 我们都很兴奋 心情很轻松 期待着这次演出 到了盛州后 我发现来了好多唱戏的小伙伴 全国这么多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 真是高兴极了 甚至还有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小选手 哈喽大家好 我叫徐贝涵 我今年十岁了 我来自美国洛杉矶 参加这个小梅花比赛 我觉得特别幸运 我觉得中国小朋友都很能吃苦 在他们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轮子 轮 再长一点 就没了 为了让我能够发挥得更好 王老师付出了很多 他利用一切时间 耐心地指导我的每一个唱腔 纠正我的每一个动作 酒店的房间 经常就变成了我的排练场 7月14日比赛日 在后台 看到大家状态都不错 唱得也非常好 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 中途上了很多次测速 王老师化妆时 发现了我的异常 说了很多鼓励和肯定我的话 看到他温柔的眼神 我瞬间踏实了 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台 刚唱完第一句 就听到台下的鼓掌比喝彩 我更加有自信了 就这样 我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他温柔的松 Rob 他温柔的富翘 演唱完美 山外有山,人外有门 这次比赛也让我看到了很多非常棒的小伙伴们 大家表现都非常好 所以我要更加努力学习,认真唱戏 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为学校,为老师争光 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将来做一名戏曲传承人 我叫潘思叶,今年六岁 我来自乐剧的故乡,盛州 我一直深深地喜欢着乐剧 妈妈告诉我,从小我就很喜欢看戏 电视上有唱戏的我就会很认真地看 到了晚上,还爱拉着家人去文化广场听戏 常常把广场上的影音奶奶逗得乐哈哈 最开心的是,去年二月我同学的妈妈帮我介绍了乐剧老师 每周末我就可以去唱戏了 我学到了好几首曲子,去年十月我开始学,张老你听我从事讲 老师教会了我好几个难度很高的技巧 在宴席中会很累很辛苦 身上经常乌清不断 老师说乌清了就说明是在掌功了 我知道要做好每件事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6月19日我上学回家 妈妈告诉我,我进入全国小梅花决赛了 当时我的小心脏跳得可快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认真上课把唱枪和动作都做好了 也开始苦练前桥番 因为王老师答应过我 如果我好好表现的话,他会请我吃披萨 而娟子老师则会送我一个漂亮的化妆盒 所以我必须努力,一定要日真练习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十二季中国少儿戏取小梅花贵萃 比赛那天,蒋霞姐姐给我花牢世界上最漂亮的妆 我的老师们和师姐姐们都来现场给我加油助威了 那天我虽然很紧张,但还是完美地完成了所有的动作 好,就这里上场好了 十三号选手可以得到98点69分 将来我们引起十五号选手 牌子盛州市的开思夜为我们带来乐剧 张郎以及我从十甲发 十二号吧 让父母儿结合的反驳 我从十两个到103里 我要是北北吉用尽 季利桑 季利桑 季 Bailey桑 季晾 季陶 cap 季相 季 immediate 季利桑 季 achter 季利桑 争取夏祖德第一名 我很喜欢很喜欢乐剧 所以我一定要跟老师好好学习 长大了唱出最美丽的乐剧